很显然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面 也成为星期一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记者海伦来看看美国媒体对此次峰会的报道与反应 海伦 是的 主持人 这本就是一次美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历史性的事件 所以从筹备开始就备受瞩目 而今天两位总统在进行了包括单独会面等一系列会议后 与公开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言论更是引发了美国媒体的一片哗然 主要的报道都集中于普京屡次否认插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同时川普指称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进行的涉额调查是国家灾难 华盛顿邮报指出川普拒绝支持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 那就是俄罗斯插手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竞选 报道称川普表示普京非常强有力的否认了这件事 那纽约时报也于头版头条报道了峰会上的这一细节 川普总统被问及是相信美国政府情报机构还是普京时 他说他们说他们觉得是俄罗斯 而这边普京总统刚刚说了不是俄罗斯 川普继续说我这么说吧我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应该为此事负责 我对我的情报人员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我告诉你普京总统今天非常强有力的否认他们插手了 我们知道就在上周五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12名俄罗斯情报官员 控告他们曾非法入侵民主党邮件 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普京也就此事给出了一个提议 立场较为保守的福克斯新闻报道指出 普京主动提出对这12人进行插手竞选仪式进行审问 并补充说检察官穆勒的团队可以在场 不过前提是美国官员愿意互换 也就是说俄罗斯情报人员也可以出席对美国官员的审问 福克斯该报道表示川普总统称普京的这一提议是极好的 报道认为川普在涉俄特别调查中为普京这一不同寻常的合作提议打开了大门 另外多家媒体都指出川普的这些言论在美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引起民主共和两党多人的谴责 主持人 好 感谢记者海伦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